Hello 各位 和便带你看新车 这是比亚迪的前L 最近可以说是最火的一辆车型了 关于它的油耗还有驾驶的体验如何 相信你看过很多了 这款99800到139800的车型 哪款配置最值得推荐入手 提车需要等多长时间 每个配置有哪些舒适性方面的差异 今天就由我带大家静态的体验一下 由您做个决定 首先从外观上 你就能够看出来它们有些许的差异 总共的前L分为了五款配置 分别是续航80公里的两款 售价是99800和109800 但这两款车型 它们最大的区别是 不在天窗 最低配它是16寸的轮骨 顶配是18寸的轮骨 中间的三款配置是17寸的轮骨 还有就是两款80公里续航的前L 是没有快充接口的 但如果你希望有快充功能 就必须去选择120公里的版本 那今天我们看的这款配置 就是109800的80公里续航的高配 这个也是我个人最为推荐的一款车型 为什么 因为99800 你到店里订车时候会发现 基本没车 你想等 等的时间也比较长 那109800就是一个主销型的配置了 那它有什么就很重要了 第一有一块中控屏 五款前L 屏幕大小分为了小中大 这个就是中 12.8英寸 我觉得已经够用了 99800的那个又太小了 然后都没有天窗 但这个没有天窗 我觉得也没什么 因为夏天如果有天窗 其实还是挺热的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不是手机的无线充电 前L这款车 给后期的升级留了很大的空间 五款车型 只有顶配139800 才有手机无线充电 剩下的四款通通不带 平时看的都是辆车油耗吧 那今天我们从实用的角度 看一下它的储物空间有多少啊 首先就是在门板方向 这个位置放了一个手机的储物格 它不像很多车型 这块是镂空的啊 然后呢 这个杯件的位置 能放两瓶500毫升的水 然后在这块啊 放两个手机 虽然不能充电 然后这块呢 有两个杯件 打开以后 是一个纵深感很强的 很深的这么一个储物空间 然后在这个位置 还能让你放一个纸巾啊 这样的东西 其次呢 就是这个座椅哈 前L的座椅 我觉得是比琴PLA CMI 确实提升了一个大等级 第一呢 是肩部支撑和腰部支撑比较到位 不可调啊 但是它给你的支撑感很强 而且要表扬一下 它全系都是座椅的打孔的配置 多功能方向盘 是标配了的 但是驾驶辅助系统还是有区别 首先啊 L2级别的驾驶辅助 仅仅在顶配和次顶配 这两款车型上游 剩下的三款配置 就都是普通的定速巡航 估计就是为了以后的年度升级改款的流足空间 但是有一点啊 这个音响水平 前L这回是稍微的在线了的 你要知道99800的这个起步价 它就已经配了六个了 在这个级别算是一个良心车型了 今天是家用车 所以第二排空间非常重要 我们得看一下前L的这个后排空间 首先说数据啊 它的数据达到了2790毫米 就这个级别 其实大家一直觉得速横空间很棒 对吧 前L的轴距 数据上比速横长了6厘米 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么领先的优势了吧 那呈现出实际的乘坐感受啊 就是我是身高175 前面调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坐姿 三拳其实还有一指 就哪怕我这么躺 都是OK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前L 它确实是用了一个田际赛马的策略风格 109800的啊 后排就没有中央扶手了 但是坐三个人也要更舒服一些 然后腿部的支撑还是比较到位的 它并没有采用那种 把坐垫坐短显得空间很大 而是实打实的空间很大 然后这块是有一个储物格的 方便翻转小东西 家用车 前L非常考虑到了日常的使用便捷度啊 地板完全纯平 并没有因为布置电池 有任何的哪怕一厘米的凸起都没有 其实本来想到前L这个价位和定位的时候 我觉得它也就是能做到一个朴素且实用 但是真正体验过后 我感觉前L即使在低配车型啊 这109800的车型上 还是能够看到一点点的高级 后备箱我们看一下啊 这块有一个物理的按键一按 不用等了 不会起来的 全系都没有电动尾门 有这一点成本啊 比阿迪省了 但是我觉得它给后来的这个什么 冠军版荣耀版年度改款留个空间嘛 那储物空间 整体的后备箱啊 纵深感极强 特别大 你要拉一副货 拉一个瓷砖 都能怼进去 然后先开看一下 这个盖板呢 我们拉开 底下是没有这个备胎的 而是给的补胎液 我觉得后备箱的空间啊 非常的宽敞 这个级别确实是属于上场的 前L5款配置啊 最畅销的是哪一个 现在我们的话 120公里的版本卖的会比较多一些 集中在119,800和119,800这两款配置 这两款配置 如果等车的话 需要多长时间 现在目前的话 大概需要十个月左右的时间 一个月就能彻底 真的能提到这个车 差不多的 那现在如果这个贷款的话 有什么好政策 贷款的话 现在我们是有不细的政策的 几年 没有利息 几年 两年三年都有的 但是选择两年的会更多一些 两年可以我们做到 6万多块钱的一个不细贷款金融 这个现在还赠充电桩吗 充电桩的话 它是需要在咱们 120公里版本的超越和左右 相当于中高配车型才带 别的不带 多少钱呢 那充电桩 如果咱们购买的话 它是有两种千瓦的 如果是3.3千瓦的话 只需要2千块钱 如果是7千瓦的话 就多300块 2千300块 最重要的问题 这秦豪现在 它有优惠吗 现级优惠的话 算是没有 但是我们是厂家 我们的一个体测周期 会相对来说比较快的 对 一点优惠都没有 确实 咱们的一个价格的话 是一个销售的一个销售价 对吧 好了 今天就带你静态 体验了一下比亚的7NR 估计买哪个配置 您心里也有一个答案了 我个人呢 还是觉得比较推荐 125米的版本 因为确实是 带快充功能 这样更实用 那你说到具体哪个版本呢 我觉得 11万9千8和 12万9千8 这两款都值得入选 那如果你觉得 对智能驾驶辅助 没有感觉 那就直接入手 11万9千8 那如果你觉得 我开高速比较多 我还是希望 有驾驶辅助 那么12万9千8 就是最值得入手的版本 油耗是什么样 您得自己测 但这台骑影而车型 在这个级别 产品力确实足够强大 我还是希望 你哪有什么样的 我以为你 找个人费 我这也会 我应该不想 你再讨论